前几天我们到黄帝林祭祀 参观了兵马俑跟西安国家版的本馆 然后再到陕西历史博物馆 看到这些典雅庄重 琳琅满目的收藏品 实际见证了中华文化五千年的礼乐文明 我们感到都很高兴 年轻人都跟我们讲 他们感到很有收获 他们到了陕西 见识了中华文化的渊源流长 对他们将来的人生 一定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 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 几千年的文字 我们炎黄子孙都还能够阅读 所以如何努力保存这些典籍跟文物 这是我们两岸人民共同的任务 我认为这是两岸可以共同享有的经验 也正值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我认为是国人的生活 感谢观看